各位朋友們大家好,歡迎來到聊聊槍,我是Sam 這幾年台灣普發槍枝,從AR-9到5.56的步槍,甚至是打AK子彈的AR 各行各業都有人領到並帶出來接頭實測 面對歹徒越來越強的火力,警方的防護裝備足夠嗎? 我們今天就來聊聊這個話題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前兩天的新聞 歹徒拿著打762的AR,對著墊鋪開槍 最近台灣的歹徒都很棒,知道槍口不能指向有人的地方 而且警方在打卡蛋換彈下時,就抵達現場制服了歹徒 所幸沒有任何人受傷 但是那天能看到一位認識的特性分享,我才想到 台灣的警察防護裝備似乎已經不夠面對這些火力了 首先我們可以先簡單講一下防彈瓶級 雖然現在有心智,但是為了方便起見我們還是用舊的瓶級 大部分的軟式防彈板都沒有辦法超過3級 通常最高的就3A,也就是可以擋下幾乎所有常見的手槍彈 而硬板則是從3級開始 3級就可以擋下大部分的5.56以及7.62彈種 3加級則是可以擋下如5.56、綠頭彈等等穿透力更強的彈種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我們之前做過的內容 說回來正題 近幾年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特勤單位都大幅提升他們的裝備 像是什麼潮潮的滴滴步槍啊、3加級防彈板啊 或是德國瑞士特勤同款的假強盾牌 這些裝備要防護小口徑步槍彈都是綽綽有餘的 然而呢這是特勤單位 在案發時第一時間抵達現場的通常都還是下去的遠景 2019年發生在桃園的車行鞋子事件 歹徒拿著步槍與警方對峙 第一時間抵達的就是當地的下去遠景 而現今台灣遠景配發的個人防護裝備是什麼呢? 首先防彈衣呢 都是配備3A級的軟絲防彈衣 完全無法擋住5.56的彈藥 可以看到我之前做的測試 哇 哇 大家看到這個剛才會打 一個大洞 有沒有看到裡面那個金色的 金色的 看到嗎? 好像拍不得到 有沒有看到上面那個金色的一點 就是彈頭 OK 3A級的軟絲對上556 就算前面已經有一本後書擋著 5.56的子彈還是可以輕易穿透 並對後面的黏土造成非常大的破壞 而回到當時桃園的案件 第一線的遠景都是 卓3A級的軟絲防彈衣 也就是說如果被擊中了 反而可能會因為防彈衣破壞了彈頭的平衡 使得人員受到更大的傷害 歹徒也直接對入內談判的警官嗆名了 你身上那一件擋不住我這隻啦 有人這時候就會說了 防彈衣擋不住 但是警察有盾牌啊 確實在現場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警察手持盾牌 然而呢 他們拿著正面有透明觀察窗的盾牌 還是3A級的 也就是說這麼多人擠在盾牌後面 其實跟沒有掩體是一樣的 因為歹徒手上的步槍還是可以輕易動穿這面盾牌 而3A級的盾牌警方雖有配備 但是我聽說以比例上來說是非常不足的 在桃園這集案件中的片段也沒有看到遠景 有手持正面三級的盾牌 所以直到一小時後 維安和除暴兩組特勤隊抵擋 特勤隊員手上的裝備才足夠抵擋歹徒手上的武器 整體來說呢 台灣警察現在還是以3A級的軟式防彈板為主 就連地方特勤性質的霹靂小組 也有一些就只是在同一件軟式防彈衣上面 多套了一件戰術背心 而不是使用可以放入防彈插板的防彈背心 只有到了更高層級的維安除暴以及海巡特勤 才有配發採購 3級以上的硬式防彈板以及各式盾牌等等 雖然說呢 樹葉有專攻 火力強大的匪徒確實就該交由更高層級的特勤單位處理 但是第一時間到現場的 還是狹區派出所遠景 要是不幸的在當下就交火 遠景不管在武器以及防具上面都完全沒有優勢 其實現今的防彈板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了 3級的防彈板完全可以抵擋多發步槍彈的設計 你看到我之前做過的實測 對上5.56步槍彈 3級防彈板即使被打了10多發 依然是沒有被穿透的 而美國民間購買一塊便宜的3級板 花費也就是100美金上下 卻可以大大的提升保護力 雖然說台灣平時是沒有那麼氾濫的槍枝暴力狀況 需要遠景實時穿著硬式防彈板 但是不是可以考慮要升級一下防護裝備了 至少遇到步槍時支援的警力可以穿著硬板 再來防彈盾牌不用到特勤隊幾十萬一面的盾牌 一般的3級防彈盾牌一面也就不到3萬 這種救命的東西再貴也比不上一條人命珍貴的 桃源的暗箭最由平安落幕無人受傷 兩支特勤隊也從中吸收了很多經驗 並做了許多裝備的升級 但希望不只是特勤隊 基層的防護裝備各級長官也都能夠未雨綢繆一下 好啦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 大家對於目前警方的個人防護裝備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喜歡本期內容也不要忘了訂閱按讚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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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